光复香公所结合文化局街角艺文沙龙 由申子乐局首席小号手 他也是光复香的子弟黄彦凯来领衔 为中区的乡亲演奏12首童馆乐经典歌曲非常精彩 炎热的周末假日光复香公所办公大楼 飘出悠扬的童馆乐章 凡座的心也瞬间瓶颈清凉 沉醉在优美的乐声中 今天透过讲座 音乐味 文化等等 是跟女生机的身心里妻子以外 所以今天就是我们花年期的很多杰出的音乐者 就是我们叫做家的儿子还有几个好朋友 做这个好的东西 希望大家共相盛取 美好的事物就要跟众人分享 为了让童馆乐更加清明 不再取高何寡 申子乐局首席小号手 为光复香农家子弟的黄彦凯 也特别选择家后等多首快智人口的台语歌曲 大家耳熟能详 热烈共鸣 光复香公所积极推动地方艺文活动 提升身心灵的生活 这一次结合县文化局街角艺文沙龙的推动 邀请申子乐级在香公所三楼会议室现场演奏 让公属机关困绕着知性美感的氛围 民众喜爱清净 表示对我们年轻人有个鼓励 一个肯定 其实我们乡下最缺乏这些艺文活动 很少这样 所以谢谢年轻人可以 尤其是我们自己 自己轮回的质地更加压力 谢谢你们 所以我们希望今天一个小时 可以聆听心灵平静最好 心静一切就好了 希望说我们心灵的一个位置也好 一个归宿也好 跟炸弹跟炸弹都一样 乡长林清水表示 今年暑假 还有各式各样剧团 音乐会等艺术活动陆续登场 也欢迎乡亲民众 一起来体验享受艺术生活之美 记者是玉兰光复采访报导